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的细节却会暴露种种问题 如果一对夫妻不再相爱了 感情面临破裂 那么家里的很多地方都会变得跟以往不一样 比如厨房卧室和卫生间等 每一个细节都在证明着他们变了 心与心之间的距离远了 这也是很多父母去子女家一趟 就发现他们感情不合的原因所在 毕竟爱与不爱都极其明显 根本无法掩饰 想知道一对夫妻是不是恩爱 看家里的四个地方就知道了 一对真正恩爱的夫妻 会共同承担家庭中的生活琐事 自然也就不会让其中任何一个人 独自来操持这些家务事 很多女人结了婚以后 直接辞掉了工作 心甘情愿地待在家里照顾一整个家 厨房里一直都是她一个人忙碌的身影 而男人每天几乎从来都不会进厨房去帮忙 心安理得地认为 这些事情就该是妇人做的事 这样的夫妻或许表面上看起来是分工合作 相处和谐 但时间久了 女人的劳累疲倦 男人的不理解不帮忙 都会让生活变得一地鸡毛 林坤是一个工作狂魔 她常年不回家 也不关心妻子和儿子的一切 她认为挣钱才是自己的主要任务 而照顾家庭是妻子一个人的事 正因如此 她不了解儿子 更不理解妻子 他们家的厨房 她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家里的洗衣机 她也完全不会用 无论是作为丈夫还是作为父亲 她都是不合格的 从这儿就可以看出 他们的婚姻是有问题的 分工如此明确 感情如此疏离 不像是夫妻二人过日子 更像是搭伙凑合 他们很少一起吃饭 家里从来没有烟火气 房子很大 但不像是一个家 如果一个家庭的厨房 不是经常使用 家人也不经常在一起吃饭 那么就说明 彼此之间的感情 未必像看上去那么好 没有烟火气 心就不急 自然也就没有幸福感 要知道 真正恩爱的夫妻 经常会一起做饭 互相理解 如此既是减轻了女人的负担 也能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所以真正真爱的夫妻 在厨房里经常可以看到 他们一起忙碌的身影 文文和老公结婚四年了 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都能感受到彼此的爱 即便结婚四年了 他们依然特别相爱 而见证这份爱的 就是厨房里的烟火 在老公的眼里 文文是一个特别棒的妻子 他总能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 给自己力量 在文文的眼里 老公就是自己坚强的后盾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老公都能很好解决 从结婚以来 他们家里的厨房 一直有烟火气息 两个人的日子 也是过得美滋滋 文文说 每次老公因为工作都会回家特别晚 但就算再晚 他也会给老公准备晚饭 因为他想让老公感受到家的温暖 而不是家的冷清 时间长了 老公好像也习惯了文文的爱 为了报答他这份爱 老公在外面也特别努力 在他们共同经营下 日子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作家三毛曾经说过 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 吃饭 睡觉 数钱 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 是不会长久的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 爱情是虚无缥缈的 只有落实到普通的吃饭穿衣上 才会更加直观 夫妻之间 与其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 那么还不如来点实际的形同 而厨房里的烟火气 就是对爱行动最好的诠释 任何时候都要知道 一个深爱你的人 必然会给你温暖 给你最大的关爱 二 看家里的卧室 卧室也可以看出 夫妻之间的感情究竟如何 恩爱的夫妻之间不分彼此 所有的私人物品都是摆在一起 所以从卧室的布置上就能看出 两个人的关系如何了 感情不好的夫妻经常分居 因此私人物品一般都没有摆放在一起 而且整个卧室看起来也是单调冷清 没有一点人情味 此外卧室也是夫妻之间亲近的最私密的场所 两个最信任最互相依赖的人 在劳累了一天之后 会互素中长互相依偎 发泄这一整天的疲惫 所以卧室里经常可以看到两人互相依偎的亲密身影 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和心爱的人刚在一起时 你们的卧室是什么样子 我相信 那个时候的卧室一定是温馨而甜蜜的 相反 若是两个人没爱了 又或者是只是凑合 那么彼此都会产生排斥之情 卧室也会变得冷清起来 小林在和前夫离婚以前 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都在分房睡 有时候前夫下班回来晚 索性在客厅的沙发上凑合一夜 有时候直接睡在书房 那时候两个人已经完全没话说了 没有离婚 主要是顾及到孩子和双方老人 但总这样也不是办法 最后他们还是摊牌了 与其长时间相互折磨 不如趁早放手 给彼此解脱 其实卧室最能看出夫妻二人的感情状态 朋友小莫去年和老公离婚了 本着劝何不劝离 我们都希望小莫不要走这一步 但当小莫说完原因之后 我们集体沉默了 这样的婚姻真的不要也罢 小莫之前和老公特别恩爱 他们能吃到一起 也能睡到一起 但后来完全不一样了 老公竟然和他分居了 理由是自己下班晚 不想打扰到小莫 刚开始小莫还是挺感激的 他也觉得老公是为自己考虑 但是后来他发现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老公根本不是因为自己 而是在逃避 知道老公逃避的一刻 小莫心里是绝望的 他真的无法想象 这个当时说会爱自己一辈子的男人 竟然会在短时间内变成这样 甚至连不爱都不说 而是让小莫自己体会 分居一段时间之后 小莫提了离婚 他原本以为老公会挽留 但是老公没有丝毫挽留的意思 好像他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 其实卧室最能看出 夫妻两人的感情状态 爱与不爱都很明显 根本没必要自欺欺人 如果家里只有两个人 对方还选择分居 那么不用怀疑 对方不爱了 面对一个不爱你的人 你也没必要继续了 三 看家里的阳台 阳台是最容易凌乱的 因为很多人习惯将阳台当成堆放杂物的地方 但是你若是真的爱一个家庭 一定不会允许他整日凌乱不堪 你会注意物品的摆放 会约束自己 相反 如果你对这个家有了别的想法 那么很多事 你都会慢慢地不再在意 很多夫妻在最初结婚时 对于新家充满爱和期待 他们会用心布置每一个角落 会在阳台上种很多花 但是后来 彼此之间的感情变了 或者出现问题了 这种用心就不复存在了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 花逐渐枯萎了 没有人打理了 阳台也没有人收拾了 一天比一天更凌乱 其实这种杂乱也是内心的一种体现 心不在了 家自然不是那个充满爱的家了 4.看家里卫生间 卫生间是极为私密的地方 有的家庭分为客用卫生间和主用卫生间 而主用卫生间一般是跟主卧相连的 这时候很容易就能看出问题了 如果夫妻之间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甚至已经分居 那么从卫生间就能看出端倪 比如以往牙刷 牙膏和毛巾等都是双人份的 还有可能是情侣装 这说明两人关系很亲密 属于新婚或感情稳定的状态 如果有朝一日 这些日用品全部变成了单人份 就说明两人很有可能已经分居了 或者以往的卫生间干净又整洁 女主人公还会摆上装饰和香薰 让整个卫生间看起来明亮又美好 这也象征着她对于婚姻的用心和对男人的爱 但是不爱了对于婚姻的期待降低了或消失了 这份用心就会跟着不见 人的思想决定行为 爱与不爱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就能看出来 感情是做不了假的 因为你内心的感受骗不了人 不管你表面看起来有多好 心底的落寞和眼角的失落都会出卖你 一对夫妻的感情好不好 往往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人很擅长戴着面具生活 很多时候可以装得滴水不漏 但是家里的某些地方却会真实地暴露 这是共同生活的痕迹 没有感情了 什么都会变得疏离 一日夫妻百日恩 今生能成为夫妻 一定是前生修来的福分 无论如何都要珍惜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